秀林嘉湾社区营造协会13号办理了2022活力秀林夏日杯排球锦标赛活动 来自嘉湾部落和山站部落的选手们齐聚一堂 为自己的球队争取最高的荣耀 秀林相名代表陈美莲也全程的参与排球赛事 同时也为选手们来加油打气 2022活力秀林夏日杯排球锦标赛 13号一天在布拉丹多功能集会所热情淡礼 秀林下面代表陈美莲依照则式前往现场向选手们脚位打气 同时和选手们合一留恋来增加亲战朋友的情感 陈美莲表示 金美春山站部落26年前配出许多的排球选手 阳明国际 而这次嘉湾社区营造协会也扮演第七届的排球比赛 这对秀林相推广运动风气可以说是相当激烈的一件事 未来他也会持续协助部落推动各项运动赛事 第七届排球活力秀林夏日杯的排球锦标赛的活动 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来参与 而且来协助他们办理这样的一个运动赛事 而且就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们延到8月才办理 但是这些年轻人非常的热情 而且针对这样的他们长年推广这样的排球运动 都在部落里面也是一个带动这边的运动的热潮 也让我们这个排球运动在我们山寨社区 包括我们金美春 是一个很指标性的一个运动的活动 我希望在这里能够营造我们排球运动的风气 在我们的金美春 也让我们年轻人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正当 而且休闲的一个运动 也带动我们部落的年轻人 也许未来我们这里可以有产生更多 也培训也更多 针对这样的一个排球的一些学子 这样的运动来协助 所以我希望未来我们能看到 排球运动在我们部落营造这样一个运动的气氛 带动所有年轻人 来自山寨部落和嘉宛部落的青年朋友们 组队来参加一年一度的赛事 大家拿出平时练习做好的准备 来大开厮杀 来检视排球的技巧 尤其团队之间的默契可以说是赢取了最佳本钱 陈明明表示他也会积极地和伯坚们沟通 来了解这个单向的运动 极力推广 让部落营造成为选手们摇览的城市 接着就让我们学习们了